10月27日张志玲刘新忧以健康大使身份出席健康启动日并宣布出征马拉松比赛 马拉松比赛常客的新忧表示已经是第十次参加 今年更要参加十公里赛事 张志玲表示以往都是做一些比较温和的运动 像是游泳比较多 趁现在还跑得动来参加心情也是紧张得很 还有很多要和马拉松老手刘新忧请教的 对啊 其实我跟他认识了蛮久了 因为我们之前也合作过几次 然后我知道他是一个常常跑马拉松的那个 怎么说呢 选手 然后明年我们真的一起去跑了 所以我对我来说是蛮紧张的 因为他是很有经验的 然后我希望他能够好好的看住我吧 对 让我也有这个意志力去完成那个比赛 对 张志玲微博粉丝突破千万 特别晒出儿子魔童照片 魔童大眼可爱的模样四足袁永仪 对此袁永仪昨日投诉好过分呢 贴完才讲 志玲表示老婆只是装生气 问到是否还会再上传更多儿子照呢 他就表示 因为很难得自己的微博那个粉丝突破了一千万 然后很多粉丝说有没有什么福利福利 哦 好吧 然后就发了一张合照 其实也不是想他有什么高调的生活 只是满足一下支持我的朋友的一些想法吧 那之后还会继续放吗 还会继续放吗 不会了 两千万的时候放吧 另外刘欣忧今日出席活动虽然盖上后粉 但还是明显可见脸上满满小疹子 欣忧表示这阵子为马拉松做准备压力不小引起过敏 我觉得我可能加上就是天气转变啊 然后还有飞来飞去 然后再加上那个 就是我做运动的时候常常会流汗 然后弄到就是我的皮肤可能敏感 所以体力还就是身上还蛮压力还蛮大的 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